大家好,我是楊玉象 今天是一個人逛旭川動物園 一個旅行真的好孤單喔 進來了 票價820 不太貴 然後後面好漂亮 然後這邊有個可以跟北極熊拍照的地方 但我去的話呢,也沒有人幫我拍 所以我可能就是看大家拍就好了 像這樣,一家和樂隆隆的 或是跟朋友來 一個人不太適合拍這個 好冷的地方,還有這些東西 那張物好好冷 可以看到 那溫度只有-5.1度 好冷,真的好冷 動物們離大門有一段距離 我還沒看到動物就先看到情侶 我還沒看到動物就先看到情侶 每次 有愛的企鵝 這個最大的是 是 KING PENGING 然後它的 它的袋有這麼重 300克 他們怎麼不這樣睡覺 你脖子不會扭到嗎 那邊就這樣 我不用睡覺了 這邊有澳洲森林大火的捐款箱 哇 小燒 好酷 喔 好酷喔 接下来是陆地上最大的肉食性 菠萝类动物 刚刚这个告示牌说1点半 现在1点15分 然后Zookeeper会拿鱼去喂熊 北极熊 这边是北极熊 然后他会把鱼丢在水里面 然后北极熊就会去吃那个鱼 好期待还有15分 大概还有剩10分钟 那我们就在这边等 然后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北极熊的喂食秀 北极熊拜拜 北极熊拜拜 来雪中可爱的红色小猫熊 露的屁股好美 它有名的丹顶盒 看了很多动物吧 然后我现在要去这个 北海道蝉的动物社 北海道蝉的动物社 这边的动物呢 全部都是北海道本地的动物 好期待 让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第一支是这个 蛏蜘蜜蜘蛛 鱼 全名叫bupo bupo 好好笑 它是这种 猫頭鷹吧 火子看起來好冷 我戴口罩了 因為這邊也很多 我這個毛怎麼翹起來 禁電 然後我們現在呢 正在等企鵝走路 就是旭川動物園最有名的冬天 就有一排企鵝出來走路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大家 站在這個紅線裡面 我們要來看企鵝 哇 企鵝來了 超級可愛 完整版可以看上面提示卡的連結啦 嗯 嗯 在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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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孩子 不是孩子 不是小型 這是小型 大型 大型 我以為水層有溫泉,但沒有,有點小失望 要走了,這是閉緣音樂,B-Car 謝謝市村動物園,我覺得就算一個人來,你還是可以很快樂,因為有很多的說明 但好了,你看我的手都已經紅掉了 所以如果你下次一個人來北海道玩的話呢 其實可以來市村動物園我蠻推薦的,而且可以雜晃一日來回 但因為我明天有特別的行程,所以我今天住市村 那我現在就要回市村了 那今天一個人動物園之旅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可以留言,說一些鼓勵的話,給我一些溫暖 下次見,掰掰 嗨,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,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這邊 這邊這邊 abajo會怕嗎? 對 我們lers會不會流行嗎? 太大了 我們應該會不通 work 我們應該會不會 dialogue 我們應該會不會生甚麼 他也會不會宜 我們應該會不會 我們應該會不會